現在物價通膨 房價也是居高不下 也讓租屋族負擔加重 前日宣布說三百億元的中央 擴大租金補貼專案 將租金的補貼戶數 從目前的十二萬戶 大規模提升補貼戶數到五十萬戶 但今天就有民間團體提出質疑 希望政府能夠提出整頓租屋 黑市的具體政策 才不會讓租屋族看得到 卻領不到租補貼 房價物價飆漲 行政院祭出三百億租金補貼 可以打加碼 但真的能解決百萬租屋族的困境嗎 立委協同民間團體 以及租屋族召開記者會 韓話中央應要整頓租屋黑市 因為最新的租金指數 今年四月份已經來到一百零五點七 創下四十一年來新高 但臺灣上百萬戶租屋族 卻只有百分之三申報租金抵稅 租屋族無奈表示即便申請租屋補貼也不敢使用 翠媽媽基金會表示絕大多數房客不敢申請租屋補貼 就是因為怕房東變相漲租甚至收回不租 才會配合房東不敢申報陷入惡性循環 奧爾斯都市改革組織則批評 三百億租補財務計畫只是一次性政策 沒有延續性 政府應著力於租賃交易透明 才能真正改善租屋市場 立委也呼籲中央要承擔責任 允許租屋族主動簽戶籍到區公所 擁有投票托育學區等市民權 記者黃沛涵陳昌違台北報導